大家好,我是强子 从这节课开始呢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Web系统里面最核心的部分 HTP协议 应该说呢 HTP协议构成了Web系统的 能够正常运转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呢 它至关重要 那么毫无疑问 对于我们能够完成测试来说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必须要真正去理解 HTP协议里边的每一个环节 他们的一个核心的工作原理 和他们存在的一些可能的一些漏洞 那么这样呢 我们在后续的测试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运用的比较游刃有余 这是一个很核心的知识 那这一门课呢 希望大家必须要完全的理解它 然后的话呢 也能够使用相应的一些协议分析工具 包括我们能够自己去编辑和书写一些协议 来发给服务器达到发生请求的这样一些目的 先一起来看一看一个课程的一个大概的内容 那么要能够真正把这些协议部分消化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些这个web系统的一个环境 那这里呢 我推荐大家安装这三个环境就可以了 XAMPP 那么它是一个 我们APA企业加MySQL加PHP的这么一个套件 给我们打包好的 非常的方便 就可以把这个AMP给安装起来 那所以呢 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安装的一个web服务器和数据库 那么有了web服务器和数据库了以后呢 我们呢再装两个web应用系统 那第一个呢 推荐大家装一个PHP One的这样的一个论坛程序 因为对于这样一个通用的论坛程序来说 咱们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去理解它的业务逻辑 只需要呢 能够安装能够使用 因为我们呢 都用过论坛 那么我们呢 用于对这个系统进行一些测试和前端分析啊 等等 而H1呢 是我个人自己开发的一个项目管理系统 那么它呢 主要结合了一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 把这些东西呢 融进了我们的一个项目管理里边 做了这么一个web系统出来 那么我们呢 也把它下载 就安装到这个咱们的测试环境里边 因为后边我们所学习的很多东西 都会以前边这两套应用系统为基础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们当然就主要的去了解HTP协议本身最核心的那些构成 首先是HTP协议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它的请求和响应基本的构成 每一个字段大概代表什么意思等等 那么第二个层面的HTP呢 就是它的get请求和post请求 在请求层面来说 两个最常用最核心的请求 那么get请求简单来说呢 就是获取服务器端的资源 get拿 我们呢 从客户端或者说从浏览器端 发送一个请求给服务器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get 但是get通常获取的是一个服务器端那边的页面 或者是一张普遍一个静态资源 但是同样的我们要跟服务器端进行交互 其实光有拿 光有获取的过程还是不够的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post的请求 那所谓post呢 就是投递 邮寄 那基本上呢 这个字面意思啊 也很好理解 那么就是说 我们跟客户端的交互的过程当中 我们主动的把一些数据 发送给服务器端 比方说 我们要去实现一个登录的操作的时候 我们必然要把这个 咱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一定要发送给服务器 让服务器来验证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把它理解为用post的请求来实现 因为呢 要提交数据给服务器 而不是单纯呢 只是拿一个UIL地址去访问服务器端 OK 那么这个呢 是post 这样呢 一拿 一给 就构成了一个 浏览器和咱们服务器端的一个 基本的交互的过程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HTP请求里边 最常用 最核心的两个请求 HTP请求呢 还有其他几个请求 我们呢 用的很少 所以呢 也不作为咱们课程的一个 重点介绍的对象 那么HTP的第三部分呢 就是咱们要讲 HTP的响应的这一部分 那么详细的呢 来理一理啊 这个响应的部分 针对get请求的响应 针对post的请求的响应等等啊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地方 那么第四部分呢 和第五部分就是咱们HTP协议里边 另外两个用于保存 我们HTP协议状态的这么两个 呃 知识点 一个叫setting 一个叫cookie 那么最后的话呢 我们会利用两个工具啊 来对HTP协议呢 进行实际的操作 那么看一看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到底啊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细节 和我们需要真正去理解的地方 当然了这些工具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更多 其他的一些工作 包括对系统的一个基本的测试 包括对系统的一个 呃 结构和前端页面 和服务器端页面的一些 基本交互的一个判断等等 甚至包括一些性能测试啊 等等都可以啊 用这些工具呢 作为一个辅助手段来完成 那么所以呢 HTP协议里边的一个最常用的 协议分析和监控工具 HTP Watch 那么我们呢 会重点介绍一下它的用法 这里边这个工具里边 包含了很多的对HTP协议的 一个深入理解的一些应用场景 和它的一些相应的指标 它的整个HTP的这个 从应用程协议到传输过程 整个过程的一些这个工作流程 包括每一步在一个请求 和响应当中所花的时间片段的 一些分析等等啊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很实用的功能 所以呢 这个工具本身也会作为 我们重点介绍的一个知识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去 详细的讲解一下 FIDER这样一个协议捕后 和编辑的工具 那么其实啊 当这两个工具咱们 能够熟练应用了 其实我们就能够感觉到一点 这种 找到一点这种黑客的感觉了 就是呢 对这个系统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鸟如指掌 我们完全可以知道 这个系统在 那个浏览器后边 它是怎么和服务器端进行 交互进行工作 进行通信的 它可能会有哪些漏洞 会有哪些问题 我们都可以 很轻易的用这两款工具 结合起来 来发现一些乱例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可以通过自己编写一些Java的代码 或者Csharp的代码 或者Python等等啊 都可以 这个编程语言不是问题 编这样一些这个代码 我们呢 能够更自动化的 更智能的 来帮助我们去找到系统当中的一些问题 包括性能层面的 安全层面的 可靠性层面的 等等啊 甚至功能层面的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用一些代码来实现 那当然呢 在现在咱们的市面上 也会有相应的很多的工具 那工具部分呢 本身不是我们对协议 HP协议理解的过程 这一部分要讲的 这是我们后边的话题 包括像我们最常看到的一些 自动化测试的工具 UFT啊 Cellinium啊 Water啊 等等 或者是一些这个 性能测试的一些 自动化测试的工具 Lowrunner啊 Gmeter啊 Apache AB啊 等等啊 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这些工具呢 很多其实也都是基于协议来实现的 所以呢 包括我们后边 对这些工具的一个学习 对性能测试 安全性测试 可靠性测试 包括兼容性测试啊 这些方面的一个 深入的学习 那么 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我们呢 本身对这个协议 对这个里边的底层 那些工作原理是非常清楚的 否则我们后边 对一些其他工具的 深入的学习和使用呢 可能就只会停留在表面 而没有办法真正深入下去 那当然了 也谈不上说能够成为一个测试的高手 所以啊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咱们这门课程呢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啊 认真去消化这里边的一些东西 那么HP协议呢 将作为我们web系统测试 这么大课里边 后续很多章节的基础 后续每一个章节里边 基本上都是 以我们这个协议部分的指使 和包括这些工具的 和代码的一些应用为前提 那所以呢 务必要把它去 做一个理解 并且呢 跟着我的这个 课堂里边的一些练习和演示 一起呢 把这个练习落到实处啊 让自己呢 也能够完全独立的去完成 这些练习 或者说一些小的实验 好 那么这个课程的一个基础介绍呢 就先到这儿